歡迎小禎 今天是準備了 比較簡易版的 比如說鮪魚 這個就是 一般的鮪魚罐頭 然後這個就是切得很細 用陶的胡蘿蔔絲 以及蔥 那我家小孩是很愛吃蔥 所以難得 有的小朋友討厭蔥 對 然後再更多的蔥 你在那邊蔥油餅啊 那感覺像蔥油餅啊 沒有啦 我就想說有一些加進去 有一些可以上面 你知道擺盤嗎 對啊 然後基本的調味料 這不是一人份吧 不是耶 就是一個 晚餐可以上菜的 其實蛋裡面還有油脂 油脂可以把那個 紅蘿蔔的那個 維生素A把它帶出來 蛋裡面有油 對啊 蛋裡面有油脂啊 真的啊 我也是今天蛋白質跟油脂 我剛剛都不敢應聲耶 蛋裡面有油 蛋有油啊 蛋有油啊 它有正常的油 也有軟鈴脂 軟鈴脂其實也可以融它 那營養師請問一下 我們外面買到蛋 有一種是像這樣黃的 有一種是橘色的 對啊 它有什麼差別嗎 適量 有一種是吃胡蘿蔔的對不對 然後有的是吃枸杞 吃胡蘿蔔 所以它的那個蛋黃顏色 會特別偏紅這樣 然後蛋打完了之後 就把你要的料 就丟進來 混下去 然後看你要的量 可以加一點調味料 但這個鮪魚汁 所以它就有那個鹹味 很香啊 適量就好了啦 所以就偶爾 我們這個架式一看 就是很會煮 可是這樣子小朋友 真的吃不出來 紅蘿蔔味道嗎 別那麼細了 應該是吃不太出來了啦 然後又混在這麼多 衝的味道很重嘛 鮪魚的味道也很重 那為什麼你香菜弄很細 你就可以 香菜的味道太可惡了 這不合理啊 它是基因問題啊 對 我是基因問題 香菜太可惡了 為什麼你要這樣抬起來抖一抖 就是會有那個 旁邊都有洞嘛 想要補慢 對啊 對啊 這是一種無聊 所以一面好了再翻這樣 對 可是要耐心 早上不能做這個太久了 早點起來就好啦 不行 你是有多趕 早上超趕 你沒有小孩 你小孩太大了 我小孩長大了好不好 你有跟他小時候 你有弄早餐嗎 用鍋蓋 真的假的 鍋蓋燜一下就是 小燈會 會破 小燈會啦 小燈真的厲害 會不會太 那個 缺腿了 缺腿了 其實摺起來也好 但你剛剛不是叫你要摺起來嗎 歐姆袋本來就會摺 但是歐姆袋不是都比較嫩嗎 你這面已經有點像蔥油餅了 不會啦 剛剛不就說要做蔥油餅了嗎 改成蔥油餅了 就直接改就好啦 剛改了你沒看到嗎 鮪魚烘蛋蔥油餅 沒看到 上菜 胡蘿蔔紅蛋蔥油餅 很好 但月琴呢沒看過嗎 上菜 好吃喔 吃吃看 很夠味 沒有加鹽很夠味 很好吃 鮪魚就夠鹹了 加上鮪魚 而且剛剛好不會太鹹 那個鮪魚真的是一個太好的發明 我覺得 加在很多東西裡面都好好吃 鮪魚光拌小黃瓜 加檸檬 這不會突成 沒有紅蘿蔔的味道耶 沒有 完全沒有 而且有甜味 小孩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 那這樣好棒喔 蘿蔔泡泡濕就好 這個好 而且顏色看起來很好看 剛剛好像多給來一塊 他說不要 現在他自己又拿一塊 我覺得很好吃 這樣太好看 就好看 我以為有… 就好看 我可以看 那這裡 有些小孩 我可以看 我的小孩 有些小孩 找到 我可以看 我沒有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